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让人失掉独立 又失掉尊严 所以 无论何时 请记得提醒自己 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 你想要的得自己去争 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个话题 什么样的女人过得最幸福 下面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获得了近万赞 当然是手心向下的女人 她们愿意温柔地给予 更懂得用力抓住自己想要的人生 甚以为然 相比那些手心向上的人只知道一味索取 手心向下的女人 永远拥有着无穷的魅力 把自己的生活过得风生水起 一 懂得给予的人更加幸福 巴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 在于给予 而不在于接受 也不在于索取 给予是一切丰盛的源头 当你学会去给予的时候 你会发现 获益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走了三天 又渴又饿 突然 就在前面不远处 她发现了一间破旧的小屋 走进去后惊喜地发现 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抽水机 她赶紧上前挤水 然而不管她怎么努力 仍然没有一滴水出来 她累得摊坐在地上 却猛然看见抽水机旁边有一个小瓶子 瓶子上贴了一张泛黄的纸条 上面写着 你必须用水灌入抽水机才能饮水 不要忘了 在你离开之前 将瓶子重新装满 她打开瓶子 果然里面有满满的一瓶水 这时候 她却开始犹豫起来 如果把瓶子里的水倒进去 万一这里面还是不出水怎么办 但是如果把这瓶水喝了 就还有活命的机会 思索了半天 她还是选择按照纸条上的指示 把这瓶水倒进了抽水机 她尝试再次挤水 水真的源源不断地涌了出来 她喝了个痛快后 再次把瓶子装满水 放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并又添加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相信我 真的有用 在娶得之前 先学会给予 生活中我们会碰见这样的女人 她们从不主动向他人索取任何东西 而是积极地给予和帮助别人 不求回报 对待朋友 她们总能兴致满满 给身边的人带去积极的能量 对待家人 她们在外面给予老公面子 在家给予孩子应有的尊重 要知道 给比受更有福 所以 不要一味地接受他人的好 他人的付出 做一个手心向下的女人 用给予代替索取 用真心换取真心 如此 才能把幸福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赢得更多人的尊重 二 真心已有的 争取想要的 英国女作家格林认为 女人应当有这三个方面的素质 一是如标枪一样直 二是如蛇一样柔软 三是如虎一样高傲 虽然生活中有太多的机灵狗碎 也要保持自己独特的姿态 不要总是被动接受 你想要的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去争取 前阵子 靠表情包再度翻红的演员刘敏涛 在一次演讲中 讲她中年叛逆的故事 刘敏涛从小就是一个听话的乖乖女 一直遵从父母安排的人生轨迹 考上了中西后 别的同学都在忙着拍戏 她却始终老老实实上课学习 她说 你给我机会我就会认认真真地去做 没有的话 我就会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学好自己的东西 她一直是这样被动 默默接受着老天给她的所有 从来没有说过不 就算是在事业巅峰期 她也是毅然决然选择了社会 对标准女性的预期 回归家庭 相夫教子 有一次 她和老公一起去日本游玩 她非常想吃一根抹茶冰淇淋 但是她却没有吃到 因为我身无分文 这样的生活状态持续了三十几年 直到有一天 她下定决心要离开这种生活 重新选择另一种人生 她和前夫离婚 重回萤幕 从小角色开始 一步一步终于再度翻红 后来 她专程跑到日本清水寺 吃到了那根心心念念的冰淇淋 那是自由的味道 她不再接受命运安排的一切 而是学会了主动争取 自己想要的生活 中年叛逆的本质 其实是我对自己人生的一种 掌控感 无需再为别人的眼色 而束缚自己的欲望 从一个手心向上的女人 蜕变成一个手心向下的女人 刘敏涛的每一步 走得都足够惊险 当然 结果也足够令人满意 所以 女人们请记住 无论是钱 安全感 还是爱 这些都没有人能够抑制给你 只有你自己 才是唯一的靠山 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 才能拥有人生的底气 三 给手心留空隙 才不会受伤 有句话说得好 世事如同手中的沙 你钻得越紧 流逝得越快 当你手心向下 意味着你不再去讨要 更不会再执着于某种东西 在感情中也是如此 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里面 讲述了蒋亮亮和喵喵的虐恋故事 令人唏嘘不已 两人热恋后 喵喵非常温柔体贴 很尊重蒋亮亮 在听说蒋亮亮有非常多的前女友后 喵喵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 占有欲和疑心病越来越重 为了能够随时随地监测到亮亮的行动 她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 在手机里下载了定位软件 她时常担心亮亮会不爱她了 有一次甚至半夜醒来 一巴掌拍醒亮亮 问她爱不爱自己 为了能够一直在她身边看着她 她放弃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外景拍摄 在许多个坠坠不安的日子里 这些做法都无法填满喵喵内心的空隙 过分的偏执和依赖 压迫的亮亮喘不过气来 一心想要逃离 喵喵无法接受开始威胁亮亮 不仅上演跳龙 马路上撞车等戏码 还把通讯录里别人的电话 换成了自己的 可是 没有空隙的爱宛如牢笼 这段关系最终还是走向了大结局 感情中最忌讳的就是 把对方当成全部 用力地抓着 只会适得其反 手心向下 不仅仅是抓 更是放 是放下不切实际的执念 更是放松对待生活的得失 作家李小玉说过这样一句话 聪明的女人懂得进退 她们有适度的独立 隐藏的理性 含蓄的聪颖 温和的才华 从来不炫耀 更不哆哆逼人 女人最好的姿态 不是让人感到滚烫 也不是让人感觉冰冷 而是给人一种 刚刚好的温暖 这是一种柔软的力量 更是一种智慧的人生 愿我们都能做一个 手心向下的女人 潇洒自信地面对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朋友 对每篇的支持 欢迎留言 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也能和小游私信交流哦 期待与你相遇